殡葬街老透天隔间坐灵堂 一席五千头暴率两成 台湾人口结构出现 身不如死 负成长状态 高龄人口比重拉大 殡葬业者业绩勘找 没想到带动附近房市 台中北区从德陆殡仪馆周围 武顺街武福街 属殡葬一条街 不过碍于台湾人对死亡总是忌讳 通常这类产业聚落周遭 房价都不太好 更别说交易量 过去老透天顶多五百万元不到 没想到近期近有总价近千万元记录 而且还稳定成长中 北区房中表示 这类特殊地点都是屋邻 30年老透天一般人不会卖 你会买那边的房子 都是这样子 后面买都是一个很普通的店 出租行情约3万元上下 高于一般行情 据相关人士私下透露 就业者改装旧透天 平均最多隔城有9个小灵堂 一个灵位约5000元 换算以一个月三轮翻下来 最多有13万5000的收益 一年有162万 以北区老透天总价 800到900万元换算 连化投包率破表近乎20% 近年台湾生命礼仪 纳入正规教育后 业务量从业人员都呈现倍增趋势 可见身后财的商机不可小觑 民政局统计单纯放置 临位未违反殡障规定 只有盈利登记问题 但不得私放大体举办告别式